意大利高速公路费用6月底涨价1.5% 出行成本货不单行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今年选择自驾游的街友们成本要计算好了 不仅仅是油价上涨 现在就连高速公路的过路费也开始水涨船高 乍一看是城火打劫 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原因也是各行各业的无奈之举 首席执行官罗伯托·托马西在今日宣布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我们预计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将增加大约1.5% 自2018年以来这个费用就一直没变动过 现在1.5%的税费增加并不算多 少得可笑 罗伯托继续说道 高速公路的费用增加主要是在道路维修、新建上 目前各种建筑材料都在涨价 施工抢险人员的出行成本、能源、水方面的费用 平均都增加了20%至30%不等 有些价格涨幅甚至更高 高速公路必须继续维护、继续投入 因为我们需要有远见 我们的付出可以造福我们的后代 道路建设可以说对整个意大利交通网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比如最近发生的热奈亚大桥倒塌事件 已经对该毁坏区域开始重建 除此之外 之前华人皆报道过的 Dilibus在7月也将如约涨价 费用将增加55% 所以皆有们如果需要暑期自驾出行 要了解各个方面的涨价趋势 经济压力这么大 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接下来 感谢观看